除了称中国大陆无端武力犯台时 美国将介入外 拜登受访时还提到 美国有一中政策 而台湾有权判断是否要寻求独立 台湾方面在2021年10月提出两岸互不隶属后 大陆认定这是新版两国论 因此开始加强对统一后安排的论述 两岸互不隶属 是台湾总统蔡英文 在当年双十演说中提出的四个坚持之一 他当时说 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相较于民进党 台湾非绿营政党 对大陆而言仍是较有谈判可能的对象 而这些政党在2024前 必须说服台湾选民的 是他们对国家主权的主张是什么 当前美国对华鹰派抬头 虽然不会轻易跨过一中政策的红线 但对于如何解读一中政策 以产生质变 行政 立法部门更不断靠近 试探北京底线 另外 针对大陆仍主张以九二共识 作为与台湾各政党谈判的前提 九二共识 是作为两岸解决事务性问题的谈判入场券 重点在于求同存异 不过 当北京加速推动统一进程 另两岸问题 必须走入涉及主权问题的深水区时 九二共识是否还够用 这也是大陆必须回答的新答卷 大陆将持续加强运用法治方式 和法治力量 打击台独分裂势力 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并将根据形势发展变化 进一步推出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图谋 及行径的法治新举措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对大陆而言 统一必须符合民族复兴的利益 同时也不能构成民族复兴的障碍 因此必须配合内外情势 无法明定时间表 不过 可以确定的是 二十大过后 绝不会停留在现状 不过 对大陆来说 二十大过后 到明年的全国两会前 还有许多内政问题等待处理 两岸问题虽有一定迫切性 但绝非首要事项 且美台在2024年都将举行大选 局势还有变化 在此之前 北京应会维持战略定力 这是拜登第二次说 我们应该让台湾决定是否独立 这将比他说 如果台湾受到攻击 美国将保卫台湾的言论 更让中国担心 回顾过去这段时间 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着力越加显著 其中又以立法部门的行动最为明显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访台后 多批国会议员也接踵而至 接着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在9月14日通过了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 试图提升美台关系 加大对台军事援助 北京对台依旧坚持和平统一 毕竟打仗对民族复兴目标很可能造成障碍 但北京接下来会为了促统 而加大反独立道 通过军事行动 经济制裁等非和平手段 逼台湾上谈判桌 2024年1月台湾将举行总统大选 因此如何回应中共二十大后的北京对台政策 以及中美之间的竞逐 是台湾各阵营无法回避的问题 距离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十大召开剩下不到一个月 回顾过去近两个月 台海情势屡经波澜 大陆对台频频释出统一后论述 更令外界关注中共二十大 将如何拍板至少未来五年的对台政策 是否加快所谓解决台湾问题的速度 因此 二十大的政治报告将更明确显示未来五年 甚至十年的对台工作顶层思维 相关论述很可能把对台主张延伸到统一后 并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 更着重反毒与反外部势力干涉 且不能排除进一步对台立法的可能性 中美双方对于信号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存在很大分歧 甚至对于哪些是应该与以严肃对待的政策信号 也看法不一 意味着双方在解读彼此政策的时候 极有可能出现重大误差 由此导致安全和外交政策出现始料未及的变化 拜登似乎试图在不正式改变对台政策下 转向战略模糊加PLUS加强对北京的威慑信号 但此举会让北京更有理由挑起危机 大陆对台政策的目标就是统一 解决台湾问题势必列入一成表 但不会有时间表 拜登所言不但没厘清美国政策 反而更混淆 如果我们要从根本上改变政策去捍卫台湾 那才更值得激烈争论 而不是从一个60分钟节目专访的内容 对北京而言 台湾问题已然镶嵌在两个百年 和美中竞争的内外两个大局中 对华府来说 台湾无疑是对华结构性战略中 意志中大陆 对北京要价的一项重要筹码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6月访美时就曾提出 国民党是亲美政党 持续对抗共产主义 与中共做价值与制度的竞争 并强调九二共识 是创造性模糊 是没有共识的共识等 随着中共二事大逼近 北京也逐渐加重 对两岸统一后的琢磨 而从美国参议院外委会 9月通过台湾政策法案 再到拜登第四度说出出兵宝台论 更为台海局势再添波折 可以预见 二事大过后 中国大陆的两制台湾方案 轮廓或将更清晰 而解决台湾问题是否成为北京优先处理的事项 将很大程度受到中美两雄争锋的局面牵动 加深其中的台湾 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倘若台湾政策法案真的付诸立法 而北京在2023年的全国两会 又对反分裂国家法进行修法 或推出施行细则 乃至推出更积极的促统法律 代表中美都以国内法来矿线台湾问题 已然进入涉台法理竞争阶段 除了美国立法部门 频繁对两岸问题表态外 美国总统拜登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18日播出的节目采访上提到 若台海发生前所未见的攻击unprecedented attack 将出兵协防台湾 这是他上任以来 第四度做出相关表态 也是最明确的一次 不过他认为 虽然中美两国短期内持续对冲 但2024大选过后 美国的抗中态度能否存续 仍受经济问题牵制 而中国也同样面临经济下行压力 首先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2019年1月 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时 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倡议 第二则是预计在20大后更清晰的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 中美短期料持续对冲经济问题 牵制行动 中美接下来是否会向彼此递出橄榄枝 以缓解经济压力 应该在2023年的第一季度就能看出端倪 但在情势缓和前 台湾面临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去年11月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会会议 六中全会所提到的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更在明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 推进祖国统一 对照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的时间点 也引发外界对统一时间表的联想 面对北京加大军事行动 并逐渐破坏统一后的安排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王信贤认为 即便是非绿营的台湾政党想争取执政 也会逐渐走向与大陆对立的光谱一端 这番说法再度引发外界对美国一中政策 究竟是维持战略模糊 还是转向战略清晰的讨论 至于目前执政的民进党 王信贤研判 未来基本仍会延续当前亲美抗中的政策路线 但民进党政府低调应对大陆8月的对台军演 引发不少民意质疑后 这套论述在2024年的大选 是否能如同2020年一样无往不利 恐怕仍有观察空间 大陆今年8月10日发布的台湾问题 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也出现对台一国两制论述的调整 如不再提不派军队官员驻台 但增加外国与国际组织 在台设置官方或办官方机构 需北京同意的说法 显示大陆对统一后 一国两制下准备给台湾的空间较过去紧缩 面对北京步步逼近台非律政党或被迫变色 根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 9月13日在一场研讨会上分析 美国以行政部门为主 相对一元性的外交政策信号源 正在慢慢地向二元甚至多元性演变 尤其是在对华和涉台决策领域 国会发挥了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作用 这导致美方很多政策信号相互抵触 前后矛盾